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特殊的关系它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一般关系正常状态被打破 比如说正常的关系 我们把它叫做相生 把它叫做相克 一旦这个关系被打破了 那么它就不正常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相生的异常 相生的异常 相生它的关系在难经当中 形象的把它叫做母子关系 既然是异常了 那么就是这种母子关系被打破了 我们把它叫做母子相肌 或者母子的相反 既然叫做母子相肌或者母子相反 那么它就包括了两种情况 一个叫做母子相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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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叫做子相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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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的病 它讲的是异常现象 比如说母病脊子 它讲的是母形的异常 会累积到子行的异常 而子病吉姆呢 同样讲的是子行的异常 它会累积到母形的异常 我们简单的举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说 母形和水形之间 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是水生木 如果说木形异常了 比如说 它出现了亏虚 常常会累积到 它也出现亏虚 或者不足 由木形亏虚 导致了水形的亏虚 我们把它叫做子病吉姆 因为他生他嘛 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这个为母 这个为子 所以由于木形的异常 而累积到水形 我们把它叫做子病吉姆 返回来 如果水形的异常 累积到了木形的异常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母病吉姆 这是相生关系的两种异常现象 那么学习它 有什么用处 现在是在五行当中讲的两个形 那如果说我们要把它放到人体当中 它就有了重要的指导意义了 比如说 放到人体当中 肝 肝 属于木 身 它属于水 这样呢 它就可以有效地指导 在临床上出现了 某一个脏出现疾病以后 它会发生传变 会影响到另外一个脏 另外一个脏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这叫做疾病的一个传变 所以疾病的传变在我们治疗疾病 或者预防疾病过程当中 它就有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是我们所讲到的什么 治胃病 养生学当中 或者治胃病当中 还没发生疾病 我们要防止疾病 一旦发生疾病呢 我们要防止疾病的传变 怎么样去传变 这里边就有了重要的指导意义了 这个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去学习它 这是相生的异常 我们把它叫做母子相犯 包括了母病疾子和子病疾母 两个内容 来再看看 相克的异常现象 相克的异常啊 也把它分成了两种形式 一个呢叫做相乘 一个叫做相武 什么叫做相乘呢 还是从含义上先理解它 相乘指的是五行的过度克制 指的是过度的克制 我们继续举个例子 给大家来分析 比如说我们还是以木为例 木克谁啊 木克的是土形 它是一种相克的关系 我们把它量化 量化了以后 学习起来就方便了 比如说在正常的情况下 十个牛的木 它可以刻住 十个牛的土 这是正常关系 如果说 如果说 现在木形的力量强了 它变成了十个牛 而土形呢 木形的力量呢 它强了 强了 比如说它是二十个牛 而木形的力量 土形的力量呢 它依然是十个牛 十个对的是十个 现在成了二十个了 它成倍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力量强了 一定会对它产生一种 过度的克制 再比如说 如果说木形的力量 没发生任何变化 它还是十个牛 但是呢 土形的力量弱了 它减少了 比如说它现在成五个牛了 它不够了 那么它也会对它产生一种 过度的克制 更糟糕的情况在后边 比如说木形现在增多了 而土形呢 反而 减少了 这是不是克制的力量更强了 所以在这三种情况下 都会产生一种过度的克制 那么我们把这一种过度的克制 就把它叫做相称 所以详称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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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 還是和五行的順序是一致的 所以從它的順序上來講 它和五行的順序是一致的 什麼情況下發生 相稱它的條件 它的條件 這個地方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這裡木多了 我們把它叫做什麼 叫做有魚 有魚 這個地方不夠了 我們把它叫做不擠 所以有魚就是太過了 這個地方不擠了 就是不夠了 所以當一行的力量過強的時候 一定會對它的所生行 產生過度的克制 反回來 一行如果不足了 它的所不勝行也會對它產生過度的克制 這都構成了相稱 來繼續看相武唄 什麼叫做相武 相武 它講的是五行當中什麼 反相克制 請記住它講的是反相的克制 怎麼去理解它 繼續用這個地方來說 木刻的是土 誰在刻木啊 金形在刻著木形 還是把它量化了 比如說十個牛的金 它現在能夠刻出十個牛的木 如果說 金形力量不變 它依然是十個牛 而木形成二十個牛了 這樣你像刻人家就刻不住了 不僅刻不住 由於它的力量太強 你不僅刻不住 人家會反回來對你進行一種什麼 反向的制約 會反向制約 這種情況我們就把它叫做相武 或者說 人家的力量並沒有強了 而是你的力量弱了 當金形成五個牛的時候 人家木形還是十個牛 你五個牛要照樣刻不住 人家十個牛 十個牛反回來 就會對你形成反向克制 同樣的道理 如果木形的力量成二十了 而你錦形的力量卻變成了五個牛 那你還是刻不住人家了 人家也會反回來克制你 所以我們把這種情況叫做翻武 翻武 所以這種情況產生的結果 我們把它叫做武 順著五行的相刻的順序 國度克制叫做相乘 反著五行克制的方向發生的克制 叫做相武 所以相武的含義 講的是五行的什麼反向克制 那麼它的順序當然就是和相克的順序相反了 那麼它在什麼情況下發生呢 它的條件還是這三個條件 一個是有餘了 一個是不急了 所以在內經當中講得很清楚 其有餘則智際所剩而物所不剩 那麼我們學的這兩個有什麼用處 還同樣的和它上面是一樣的 在五行當中它是這樣講的 那麼一旦進入到醫學當中 那麼它的指導意義是非常非常的大 比如說 肝木 皮土 肺筋 當肝氣有餘的時候 當肝氣有餘的時候 它就會對皮產生過度的克制 所以在中醫裡邊常常講到肝木 橫販 皮土 比如說有些人這兩天生了點氣 情緒不好 情緒不好怎麼辦 情緒不好不僅僅是一個情緒的改變 他也不想吃飯了 幹什麼事情也提不上鏡頭來了 所以為什麼不想吃飯 肝木 橫販 皮土 影響到了皮的功能 再嚴重了就會出現什麼樣的問題 會反響對這邊造成殼滋 所以我們後面在藏象學的時候要講到 肝氣是主生的 如果肝氣有餘了 它上升的更快了更厲害了 其有餘便是火 有餘就是火 火往哪走 火越沿上 火越沿上 向上走 走到上面就是飛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 木火行金 也把它叫做乾火犯肺 所以在三國研議當中 諸葛亮三氣周瑜 最後把周瑜就氣得怎麼啦 卡血而亡 那就叫做乾火犯肺 所以學習它的目的 還是要為我們後面藏象學說 去研究人體骨臟的功能 以及某一個臟腑發生異常 會不會影響到另外一個臟腑 如何影響另外一個臟腑 影響的是誰去做基礎 所以哲學它是一個高物件的 它在指導著我們的臨床活動 這有著很重要的臨床意義 因此我們在後面再講到藏象的時候 時時都要用到五行的問題 包括我們前面所講到的陰陽的問題 所以學它們就是要為後面的課程 打下一個基礎 你只有把這些關係履順了 釐清了 在後面的藏象學當中 一旦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及時的亡國的用 就用得很清楚了 來這裡邊有一個問題 要給大家說明白的是 通過上一節課我們的學習 以及這一節課的學習 大家不難發現有個問題在裡面了 比如說上一節課我們學了 木它會生火 水會生木 我們還學了金它要克木 木它要克土 那麼我們這一節課又談到了子病幾母母病幾子的問題 比如說 如果它有餘了 太過了 按照五行相生的問題 五行相生的關係 你看它太過了 它一定會打破相生關係的平衡 然後發生相反的結果 發生了相反的結果 它有餘了 木器有餘 是不是生的這邊就會多了呢 是這樣的 那麼它有餘了 是不是就會累積到這呢 應該是這樣的 那麼它有餘了 剛剛講的 它有餘了 就會對這個地方形成反向的克制 還會對這個地方形成過度的克制 這一看麻煩了 這個中醫我真的不會學習了 一個藏出現問題 其他四個藏全亂套了 所以很多學員 很多學生在學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整個腦袋裡邊就全亂套了 你繼續再想 當它有餘的時候 它會造成它也有餘了 相生嘛 你多了 生的它不是就多了嗎 它多了 再往下走 火生土 是吧 水克火 火克金 你看 它多了 它影響到這 這會影響這 這會影響這 這還會影響到這 你說最後這不是全烂套了 炸成一鍋粥了 誰影響誰 怎麼影響 大家在裡邊就分不清楚了 是不是 看似恨亂 其實很有規則 從理論的層面上來講 從理論的層面上來講 的的確確當木器有餘的時候 它會引起火器有餘 它也會累積到水形 它也可以影響到金形 它也可以影響到墨形 從哲學的層面上如此 那麼從自然界裡邊 你可不能完完全全 就要把它鎖成全亂套 那麼在人體當中 它也不是這樣的 在人體當中 一定要注意 誰喜歡誰的問題 我給大家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大家可能都生過氣 你說誰能惹氣 誰能惹得你生了氣 我能不能惹你們生了氣 比如說 咱們現在 你是學員 我在跟你講課 站在課堂上 我們是個師生關係 那麼如果我們不在課堂上 我們在私下來 那我們就是個朋友關係 或者說 我們兩個人見了面以後 那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我能不能讓你生了氣 比如說我在你跟講 說了一句比較難聽的話 損了你一下 你會不會生氣的問題 我想我不會 不是任何一個人 都能夠傷害我的 不是任何一個人 都能夠惹我生氣的 你要想傷害了我 你要想惹我生了氣 你必須 是給我關係 很好的人 你比如說 我媳婦她可以惹我生氣 但是在座的各位女同志 你都惹我生不了氣 你沒有給我有多大的關係 是不是 你說話說的再難聽 我不過就是把它當成了耳旁風 笑一笑而已 所以能夠導致自己生氣的 能夠傷害到自己的 恰恰就是自己那個誰啊 最親最金的人 這也一樣 這也一樣 比如說 在臨床上 當肝氣有餘出現肝火的時候 它會導致心火抗生 但是當肝火有餘的時候 它可不會引起肾的陽氣的增多 但是當它不足的時候 它不足了 我們把它不足了叫肝不足了 肝的什麼不足了 肝血不足了 而肝血不足的時候呢 它恰恰又是影響到這兒 影響到是肾音的不足 而肝血不足 你很難以影響到心音或者心血不足 如果說當肝氣有餘的時候 它還沒有化火 它會橫犯皮土影響到皮的問題 一旦化火 我就不影響你了 我就影響到這兒了 肝火了 它直接犯肺 所以看似很複雜 其實它裡邊有著一定的關聯 有著一定的關係 誰和誰請 誰和誰寄 肝血 肾音 人家是自媚倆 肝氣 新陽 人家叫兄弟倆 所以當他格格出問題的時候 或者他弟弟出問題的時候 人家真要格倆的關係 他不會迎接他妹妹的 他也不會迎接他姐姐的 但是如果他要說表現在肝血上面 那可他直接影響的是他姊妹之間的關係 統俗的形象的給大家這樣來說 所以看似很複雜 它裡邊一定是有規律可循的 千萬不敢教條主義 本本主義 往這兒一方 哎呀這個人今天一生氣 這可咋吧 省離長期 我這個脾氣也不好 我也愛生點氣 這可壞了 我一生氣 肝生氣了 最後導致我的心也有問題了 我的肾也有問題了 我的肥也有問題了 我的皮也有問題了 這隻子還咋過呀 並不是這麼複雜的問題 理論上和實踐過程當中 它還是有一定差別的 所以理論學通了 理順了 在直到我們臨床實踐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該用之则用 用久用好 不該用之千萬別用 一用就會把人搞糊塗了 就把一個簡單的問題就搞複雜了 中醫學本身就很複雜了 如果我們得人為的把它搞得複雜了 這不叫做智者行為 這叫做愚者的行為 啊 好了 這節課呢 我們主要是談到了五行之間 它們一個特殊的關係 一個叫做相生的異常 我們把它叫做母子相犯 一個叫做相克的異常 我們把它叫做相秤和相舞 學習它們的目的 主要是要把五行用到人體當中 為我們後面解釋人體的生理 病例來打下一定的基礎 讓後面的關係 後面的問題更好的能夠理清楚 尤其是在藏向學說當中 我們要經常用到 比如說 肝慎陰虛 心肝火旺 目火行金 等等等等詞 從哪來的呀 就是從這個地方來的 好了 這節課就講到這兒 wäre不同的 心手 我們不能夠 也可以 看 mudar 懂 多少 能夠 成功 一起 內